不要摸我 知道没有 我认真的啊 你要摸我 我下次我这次就报警了 算不算你进去 等个三五天了 现场朋友们记住了 现场有女孩摸我 你给我打她 我以为那天呢 那天我在机场 我将手拿着 然后有女孩上来摸我手 我以为其他粉丝会打她呢 结果那个女孩 就其他粉丝属于什么状态的 就是她摸了 我是不是也可以摸 不摸摸摸 来吧 这个心态 让我当时觉得有点崩溃啊 因为我以为就是 肯定是有人摸我 这样的那个 很多人就一定是打 干嘛摸您哥 打你 当然当时也有人 去拉那个手 我看到了 我在视频当中看到 有朋友去拉那个手了 就是摸我的手 然后旁边有个手 就来拉那个手 就别摸您哥 有那样的朋友 特别好 真的 我觉得特别好 又被摸了 我在那个机场 我的手不是让人弹了吗 那个手 然后有那个粉丝来摸我手吗 对吧 摸完手 我当时认为啊 认为咱家朋友都很愤怒 我手举在这儿 他一来摸我手 您哥我摸摸你手 你摸我手 我以为咱家朋友都很愤怒 但是其实旁边的人都想 他摸您哥手 我也想来一把 我也想要 我也来一把吧 不摸摸摸摸摸 来来来来 有朋友说我愤怒 那你是没在现场 你肯定是没在现场 你在现场肯定你不会愤怒 你也算了 等等 还有 那几个小姑娘啊 就上来就硬摸我手啊 我很无奈 我等着站得好好的 有一个有一个人 有个女孩说 那个您哥能不能摸手 我摸不了 这么多人我给你摸了 就得跟他们摸 咱们就 我飞机都得 跑了 我才能跟他们摸完 我不会说 比如说我跟你摸了 他在旁边不开心了 他脱粉了 对吧 上一次就是 上一次有一次就拍照 拍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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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孩就说 您哥能不能给你拍个照 她说 我说拍不了 她那个眼神就这样 我一看 完了 脱粉了 这么完了吗 我的妈呀 多大头 就这么感觉 拍照 能不能摸个手 那摸不了 又脱粉一个 我像 我跟你摸 不跟他摸 他脱粉了 跟他摸 你不摸 你很吸力不得劲 我说那我就不握 我说不握 我就这样 我手放在这 结果直接伸手去抓 抓我手 我跟你讲 幸亏阿滨和小桑 他们不在 否则一拳就过去了 看来我一会出门 得给他们带的 我觉得 我突然感觉到 他们不在 我以前没感觉 他们的作用 我觉得 小桑哥也好 包括阿滨也好 他们在跟着我 没觉得他有什么作用 退退行李 但我突然感觉到了 他们跟着 还没有人上手 现在目前 这次没带他们 因为这次什么呢 这次录那个 组议节目 我给我自己送进去 我助理他们都在外边 都跟我没有接触 就是给我送到那个师傅家 所以呢 我信他们就别去了 也别去了 结果就被摸了 我就 正常有朋友 有朋友 我说宁哥 你手被摸了 是不是 被人占便宜了 我说是啊 他说那什么 他说那你当时 为什么不把双手举起来 你为什么不把双手举起来 举过头顶 你那身高一般人也够不着啊 我当时心想 按照这个热情 我把手举高了 我怕别的地方被盘了 所以我现在摸一下手摸一手吧 来看看真实情况 扰乱过难受思念 太人不见 一句风流为少年 将大剧情 和心伤害在身边 最后见 几回梦中一封月 心中却将往 一点家节隔酒 前一夜子 吹流年后的脸 偏偏的花 却坠入我的指尖 愿碎眼 将分成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